原住民族基本法迈入第十年 相关执法为立法完备 导致部落跟政府单位 常因为认知不同发生冲突 就有学者认为 既然是立法院三读通过的原基法 怎么会不被各部会 以及县市政府尊重 质疑原住民族相关法律不被重视 在原基法里面都有这样一个规定 但是还是没有落实 难道是说我们原住民 那个定定的法令就是二等的立法吗 就跟一般的一些所通过的法是不同的吗 我认为它那个应该是平等的才对 原基法实施九年受到各界逐渐重视 但就算有原住民族基本法 成为原住民社会抗位权益的盾牌 但走上街头抗争争取权益画面 从未停止过 塞德克族民族议会筹备会总造几人 认为就是因为原基法立法速度缓慢 造成权益未能完全伸张 原基法立法目的是保障原住民族人权益的根本大法 原住民族人期待原基法立法通过迈入第十年 希望相关执法要尽速立法完成 落实原住民族各项权益 记者综合报导